另外花莲市长魏嘉燕6号的晚间野汉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政伟 副主席黄达翔等多位代表 一续前往了花莲警分局 花莲消防分队自强消防分队以及美轮消防分队等单位进行存案慰问 并且也送上了春联 慰绕礼金以及泡面 感谢他们在年节期间牺牲奉献 能够维护社区交通与治安 让民众可以安心过好年 农历春节即将来临 花莲市长魏嘉燕6号晚间 在民政客长潘唐胜的陪同下 与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政伟 副主席黄达翔等多位代表 依序前往花莲警分局 花莲消防分队自强消防分队 及美轮消防分队等单位进行存案慰问 并置证春联慰绕礼金及泡面 向存案执行人员表达感谢 给予高度肯定 今天到了我们花莲分局 还有三处的我们消防的分队 来慰问我们所有的同仁 那我们也希望说 在春安的这个期间 真的要拜托大家 除了大家出勤 也希望说 大家把自身的安全 也要摆地 那最后也预祝我们所有的同仁 辛苦了 那新的一年新年快乐 未来也希望 我们能够跟我们花莲市公所 一起来打拼 一起为这座城市来努力 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政伟 也感谢春安工作人员 长期以来的辛劳付出 尤其在年节假期 家家户户团圆的时刻 依旧默默坚守岗位 站上第一线守护花莲治安 确保交通顺畅 未来代表会也将持续 公所关注锦销 协情人员的福祉 并给予支持与协助 记者许立琴 花莲市报道